大家好,我是拉仁國 今天是2024年6月9日 又是美麗新香港樓市速遞的時間 其實恆生堂每隔一段日子就會做一些報告出來 最近恆生堂出了一個報告 我們看到香港的就人口突然減少了 減少了其實只有兩個途徑 要不就是人們死了 要不就是人們移民 即是走了 就人口才會減少 但減少之後又沒有什麼補充 所以人口才會減少 在這個人口減少之下 究竟香港的樓市是否還會升呢? 今天我們會談談這個話題 前一段時間 波叔家族有被公銀接管了兩個物業 亦都被財務公司 要還錢和收樓 在這些情況之下 波叔家族更加主動自己去沽貨 剛剛就拿了一個 廟街一棟 不是一兩個單位 整個物業出來 真的很便宜 七千多元一呎 所以大家計完數 真的很便宜 而今集都會跟大家說一些二手成交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今集 在未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未訂閱的請幫手訂閱 請贊到一個分享給朋友 有時間請幫手看你講過去 多謝大家支持 今年首季香港的GDP增進 是有2.7% 總量接近是2019年第一季的高位 不過GDP三分之二的消費表現 都是相對疲弱 首季的私人消費 只增加了1% 增加了1% 即是輸了通脹 首四個月 零售銷售的貨量 仍然跌了4.7% 恆生銀行的報告指出 服務和內用品開支 大概已經回復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服務業的開支 大家看看這個圖 藍色的線就是 在2019年的時候 大約約100% 然後到2021年 那些是跌了 我覺得很明顯 接著在2013年 大家看到這次反彈 到了2014年第一季 差不多和2019年高位 差不多 即是服務業的開支 基本上沒有減少 接著到內用品 內用品就是橙色線 其實內用品包括了什麼呢 就是一些超市和百貨的開支 我們這些就叫做內用品的開支 我們看看圖 我們先看看內用品 在2019年突破了100% 接著到2020年中 跌到70%和75%之間 接著就回升了 回升到22年到23年左右 其實它又可以回到100% 但現在我們會看到 稍微回落到95% 即是現在這個內用品 未去到高峰期 即是回落了少許 現在看看這個非內用品 大家看到綠色的線 那麼非內用品 包括了什麼呢 包括了衣物 珠寶壽式 這些開支 亦都是叫做非內用品的開支 非內用品的開支 我們會看到 19年的時候 就去到100% 接著去到2020年尾 急速跌到63% 接著反覆向上升了一些 現在去到2024的第一季 我們會看到它升上大約80% 但是比在19年高位 亦都跌了兩成 這些都是影響了私人消費表現的原因 估計是與旅客減少購買貴價商品消費 本地就業人數減少 以及資產價格調整 影響了財富效應有關 恆新報告指出 未能夠證實 在不上消費的趨勢 可以取代流港消費 恆新報告指出 去年訪問的旅客 就為2019年高峰時期的六成 但非本地居民 香港消費的開支 僅是疫情前的一半 顯示旅客人均 消費不及從前 近年說完 因為聯儲局加息而升值 令到旅客在香港消費時 成本上升 或者旅客減少的消費 是其中的原因 我覺得恆新報告指出 很有厚度 其實坦白說 已經窮了 因為三年疫情 做生意的死 買樓的死 所有人都窮了 即是現在人均消費 人均消費在香港 只有二、三百元 這些哪裏是 以前的零三片 每個人來買個Hermas 不買Hermas 都買LV 怎麼買這麼便宜的東西 有評論認為 本港居民離境消費 特別是不上本地消費疲弱的原因 恆新指 今年4月 外郵人數接近800萬人次 就高於4月份 訪港旅客人次的一倍 本地消費疲弱 可能是因為外郵增加了的結果 不過本地居民 在境外的開支計算 今年首季 都是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以服務和內用品的開支 情況是一致的 從總量而看 就未能證明 香港人不想 是可以取代到 流港消費成為這個趨勢 整個恆新的報告 最重要就是結論 結論就在這裡 恆新認為 非內用品開支回升 速度緩慢 反映了本港居民 消費疑慮的原因 雖然現時失業率低期 不過恆新就指部分 因離開職場的人口上升所致 本港在4月份 就人口大約有370萬 就低於388萬的高位 其實由這個恆新報告 已經是怎樣 掌握了特區政府的巴壓 為什麼呢 特區政府說人口 回到高位 去到現在370萬 但我們之前也出過片 第一,阿林明就指出 政府所公佈的人口總數 是偷偷計算 改了年底的基數 將基數提升了幾十萬上來 第二,我們也發覺 政府是把暑假回流回來的人 就當作是流入的人口 所以政府的數據 就覺得是回流的人多 但這班人回流回來的什麼 探親和放暑假 你試試在9月或10月 或者再做一次人口調查 那些人就會逃跑 這些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大家看看這個就業市場就知道了 你下了12萬人 這條數目一定沒有計算到 12萬人 大部分人都在這裡失業 那這條數目 你不加進去 失業率是低的 最近有統計指出 由這個設立之後 一手的銷售裡面 有兩成是大陸人買 他們怎麼看到大陸人呢 其實他們分不到 他們只是計算過 即不是廣東話評音 他們就視為大陸人 其實這些有很多大陸人 已經有身份證 可能在香港做了七年 或者在香港讀了七年書 加上工作 那已經有香港身份證 那這班人 你又當成了這個大陸人 因為從1997之後 已經差不多有200萬人 就由這個大陸移到香港 當中包括廣東省 廣東省一定是用廣東拼音 都不是的 廣東省 廣東省有很多都不是廣東拼音 是這個大陸拼音 所以其實這一班人裡面 他們再買一個機會是大的 就算我們撇開這些因素 現在你都是設立之後的事 因為你的成本低了 尤其是你真正的大陸人下來 是不用給那三成的辣水 當然 事業成本低了 亦是多了別人買 我們也不用這麼心急 和政府做個結論 我們到了年底 也有其他報告出賣 大家就有個大概 再說回波叔家族 早前有工人亞洲 接本了兩個物業 也有財務公司 追求這個欠款 和收樓 既然是這樣 波叔家族 不如自己沽貨 最近他們 重新放售 在這個廟街的物業 這個物業就是 廟街156至158號 傳動 以向價1.06億 赤價很便宜 就是7,300元 計算租金回報 都可以去到2.3厘 物業就是 現在上 藍色白色這一棟 大家會看到 傳動物業 就是大單邊一個普衛 面向西貢街和苗街 即是兩邊向 物業比倫 就是苗街夜市 人流極為暢旺 現在地下租給了 珠寶店和洗店 而樓上就是住宅部分 亦都出了給一些租客 其實這個 整棟 一點都不貴 但是現在在市場 去找買家 購買家也會 按價 我估計這個 很快走得到 購買家可能 不給益 可能去到8千萬 應該都可以去到 好 好了 我們看看沙田第一城的成交 市場消息指 最近沙田第一城 陸續有一單成交 單位就是19座高層A室 上面就是451尺 是一個三房兩廳的間隔 就看東北開陽景 單位已經放盤 放了半年 原先開多少錢 開690萬 最後都要減90萬 以600萬 就成交了 實用面積的赤價 計算是13000一尺 據了解 這個業主 2018年1月 是以690萬 賣回來 即690萬入 又想690萬出 哪會這麼好 一定要輸 今天持貨六年至今 賬面輸了90萬 今天期內 貶值了13% 這個業主 已經輸得少了 現在他持貨六年 也是輸13% 我看過很多在18或19年 買入來的業主 起碼都輸了三成 他現在輸了13% 這應該會收回身材 看看另一個熱收成交 就是馬鞍山的盈海 星灣宇 在16座高層A室 實用面積是1413尺 是四房間隔 就向東面 以及享有全海景 都很慘 放了一年才能買到 原本這個業主叫價2250萬 最後是2120萬 就成交了 赤價只是15000 據了解 這個業主 在2017年11月 是以2541萬 就買入來 持貨六年 最後輸了421萬 期內的跌貨只有17% 又算少了少 不過我猜 他會不會有些回折 當時會有10萬 這個不知道 據田島廳資料顯示 螢海對上的成交 就是星灣21座 中層施設 上面積是510尺 上個月是728萬 是沽出的 赤價大約是14000 其實現在這個 跟二手赤價差不多 所以都是市價沽出 原來剛才的恒生報告 我扭了一個總結 現在一個總結 就是人口下跌了18萬 18萬 大家記住是就業人口 通常一加四口 或者一加三口 我們將它成為四 你就會大約猜到 有多少移民人數走了 只用就業人口 我們都計到 有18萬個家庭消失了 即市場上 就要多18萬個供應出來 18萬個供應 現在市場上每年只可得 4至5萬個級納量 都是要三年時間 才可以接收了那個級納量 另外 恒基的紅磡項目 The Hedden 現在就說市傳收到400票 如果400票 我們計算62伙 即是有大約6點幾倍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400票好 100票好 其實分別都不是那麼大 我想買得都比較差 不管了 我們星期二晚 就知道究竟可以買多少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 以及收看 拜拜 還給你的 箱文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們再次做一更 이스프 影片 最後一berry 給你 你 在 你